是奉天父母而活的天一国时代 通过2013年集园节 开启天一国之门的哲穆青 设立天咒和平士官学校 硕士课程UPA与原木平爱财团 培养未来引领天一国的未来人才 描绘了明天的希望 今日入학하게 된 사관생들은 얼마나 하늘이 얼마나 인류가 고대하고 기다리던 한 날입니까 그거를 실감하고 공부하고 생활하는 여러분들이 되기를 바랍니다 하늘은 여러분들을 도울 것입니다 여러분들의 젊음과 회기는 천일국 창건에 있어서 천일국 창건에 있어서 기둥이 될 것입니다 迎接天咒 생활 60 周年的 2020 年 将顯文大改为天一国国立大学 神学系命名为 天咒和平士官学校 大学课程UPA 姓初 姓今 入学出发了UPA第一期 앞으로 너희들과 함께 섭리를 함께 이뤄나가야 하는 배움의 길을 갖고 있는 신출신흥이다 알겠니? 네! 너희들 형제야 서로 사랑하고 돕고 그래서 튼튼한 천일국을 만 천하에 드러내 주기를 부탁한다 学生们以校勤为基础 以成为具备 幕会 宣教 学问 教育能力 相似于真父母的天一国指导者 为目标接受教育训练 为了重生为天父母和真父母 所希望的为人人才 而认真上课 为了继承天父母和真父母的心情 以热烈的赞扬和可切的祈祷 欢声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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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버님이 1975년도에 미국, 독일, 일본 美国, 독일, 일본 선교사를 뽑아서 世界�� 파성하셨어 그때 미국을 중심하고 아버님께서 지금으로 말하면 欢声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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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하이 以对未来指导者的精诚 过去四年来就近守护他们成长的真母亲 真母亲对于将在2024年 从UPA毕业做宣教时期的学生们 以及盼望全体未来世代们都一起参与的心情 赐予神TopGang的名称 并祝福这流程将成为日后未来世代 公式路程的典范路程 尊父母强调 通过天一国青年宣教师 培养未来一代指导者 及公职生活的重要性 因此UPA学生 致力于教育 下定决心 要成为建造天一国的栋梁 尊父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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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国环境创造成道 在尊父母的祝福下 尊父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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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里家庭教会举行为南北统一与世界和平 九里家庭教会四代圈珍爱庆典 当天的活动有1300人参加 成为庆祝为期六个月传道胜利的庆典场域 九里大教会圣殿建立23年来 不仅是三楼大圣殿 二楼餐厅 小圣殿 一楼咖啡厅 四楼咖啡厅也集满了人 珍母亲也通过及时视讯观看了节目 九里教会 以大教会长勤宗署为中心 致力于寻找并树立二世三世 成为与休眠二世家庭340人 一起参与的珍爱大庆典 九里市长白庆炫 九里市议会议长全凤朱 市议长梁清爱 经济道议会议员 李英柱 九里市议员 金成泰等 九里市地区制造者和国内外贵宾 一切三杂与互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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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及任命室 共有120人参加 此次活动 对树立为国家复归提供协助的 亚伯星指导者具有重大意义 大陆会长金东武 介绍了真父母对巴西的愿景 和超宗教设理性愿景 并任命实名牧师为和平大使 在夏威夷凯鲁瓦科纳 举行第二十届年度科纳感恩节宗教兼音乐会 来自各种宗教团体的150人参加 一起歌唱和跳舞庆祝感恩节 另外为支援当地的夏威夷救济食品发放 也募集了捐款 在圣南美第三地区秘鲁取行世界和平预厨家联合会IACP成立事 在此次成立事上 秘鲁共和国众议员 和塞 阿里奥拉 图埃罗斯 代替为世界和平立下攻击的天宙和平联合会 向圣南美UPF会长西蒙·费拉沃利 颁发了特别表彰奖 UPF秘鲁会长特雷弗琼斯 通过从伦敦发来的影片 鼓励新和平大使们参与我们为和平而持续努力的活动 有300人参加 为人是4名新和平大使 宁鲁UBF 在瓦拉斯省独立区地方自治团体的赞助下 进行7公里Pitch Road活动 包括瓦拉斯 拉底劳斯 克鲁兹 维拉基查 市长在内的 市议会议员等 众多市民参加 抵达尚卡岩村后 举行包括 威拉基查市长等任命新和平大使的活动 柬埔寨家庭联合会 以金边大学生为对象 进行青年领导力 4日修炼会 通过此次修炼会 参加者们发现 自己的领导力 培养共感和同情心 通过团队活动 学习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参加者们听取了有关原理 祝福的意义 和万物复归的讲座 并学于通过食物分享计划 带头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神韩国 全南谭阳教会 决心为期两天的 英雄元老牧师邀请大复兴会 英雄牧师与大家一起思考 作为子女的我们 应该以什么实现天父母的愿望 是寇门以新的觉悟 决意通过传道 向周围传达天的旨意 此次集会设计成6月之后 第二次复兴会 是寇门发表感想说 这是一次更加充满恩惠的集会 美国贝勒维迪尔家庭教会 在贝勒维迪尔修炼院 举行第一次孝勤天地 此次活动 有青少年11团队主导 共有123名三代圈参加 青少年们 在感恩节之际 以感谢为主题 展示了歌曲和短剧 孩子 父母 祖父母 三代圈 一起度过了美丽愉快的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